百万富豪艾伦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 他与小12岁的妻子开启了甜蜜的生活 可是自从结婚后 艾伦就开始遇到各种麻烦 他不仅事业遭到了打击 亲情也面临崩溃 而更加可怕的是 还有人想要结束他的生命 艾伦躲过了一次次惊险的危机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结婚仅仅两年 艾伦就在豪宅内遭遇了不测 种种迹象表明 这似乎是一起抢劫案 但是经过警方仔细调查后才发现 这一切的背后 隐藏着许多阴暗的真相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 大家好 我是大雄 今天分享的案例 发生在2008年6月10日 美国科罗拉多州 怀特沃特市 案件的主人公艾伦出生在1945年8月27日 案发时62岁 艾伦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商人 他年轻时曾在银行工作 后来转行成立了建筑公司 艾伦非常有经商天赋 公司在他的带领下 很快就实现了盈利 因此他也赚了不少的钱 他们一家在当地过着富足的生活 从来没有因为钱的问题产生过困扰 艾伦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沙朗 他们是高中时候的同学 这对老夫妻携手走过了30多年 总共育有4个孩子 但是在2003年 妻子沙朗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妻子的突然离世 对艾伦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 从前两个人的生活 突然变成了一个人 一时间艾伦也不能很好的适应 他整天沉浸在痛苦的生活中 两年后时间来到了2005年1月 这时的艾伦60岁了 已经到了半退休的年纪 现在的他事业稳定 空前时间也很多 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同时也为了多一份爱好 他在朋友的建议下 参加了一次交际舞的课程 在那里 他认识了他的舞蹈老师 米里亚姆 米里亚姆当时48岁 他比艾伦整整小了12岁 米里亚姆曾经也有过一段婚姻 据他所说 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和丈夫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在2000年 女儿因为过量使用某种药物后 不幸去世 因为女儿的离世 丈夫患上了抑郁症 两年后 丈夫也自杀了 现在的他成了孤家寡人 为了维持生活 他从佛罗里达州搬到了科罗拉多州 平时做着舞蹈教练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艾伦对这个可怜的女人产生了怜悯心 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差不多的经历 目前也都是丧偶的状态 所以两人有很多说不完的话题 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 一来二去 两人便产生了感情 2006年 两人正式确定了关系 并在同年举办了婚礼 结婚后两人的生活过得非常融洽 艾伦对米里亚姆更是疼爱有加 为了让妻子有一个愉快的工作氛围 他给妻子开了一个舞蹈培训班 妻子平时还有骑马的爱好 于是艾伦便直接买了一个马场送给他 这时的艾伦对妻子十分疼爱 几乎亲近所有满足妻子的一切要求 可是艾伦的这一系列行为引起了儿子的不满 小艾伦认为 禁母米里亚姆的动机不纯 他认为米里亚姆是为了父亲的财产才嫁给他的 可是艾伦并不这么认为 他相信他们是真爱 因为这件事情 父子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父子关系也进入了紧张的状态 这时的艾伦不仅亲情遇到了问题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公司也遇到了麻烦 由于建筑行业的不景气 加上艾伦大手笔的花销 这让他的财务状况遇到了问题 迫于无奈 艾伦有了出售公司还债的打算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艾伦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时间到了2008年4月30日 艾伦带着妻子来到了自己的公司 他们准备拿一些支票来应付下个月的账单 临走时 米里亚姆临时决定去买点东西 于是艾伦便在车上等着妻子 然而就在妻子走后没多久 艾伦就发现自己的汽车冒起来黑烟 这下可把他吓坏了 他立马下车跑了出去 下车后 艾伦跑到了附近的商店 借了一个灭火器 周围的群众看到汽车起火后 也都赶了过来帮忙灭火 由于发现的及时 火势最终得到了控制 原本艾伦以为是汽车老化引发了自然 但是仔细观察后 他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只见汽车的油箱盖被人打开了 里面还被插了一根棍子 棍子上连接着一股麻绳 麻绳的尾端被烧了一大块 看到这里的艾伦 瞬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心想再迟一步 可能自己就要凉了 于是艾伦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在接到报警后 很快就赶了过来 在勘察完现场后 警方得出了结论 这明显是一次很拙劣的暗杀行动 警方在后续调查时 没有发现目击者 停车场周围也没有监控 于是警方让艾伦回想一下 自己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艾伦左思右想 也想不出具体是谁 跟他有如此大的深仇大恨 不过他坦言 自己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 他欠了供应商的材料款和工人的工资 所以他猜测 可能是被欠钱的某人 因为一时不满对他进行了报复 由于这起案件没有什么线索 加上没有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警方给艾伦提出了建议 首先要解决债务问题 其次在日后要小心人身安全 自从这件事情过后 艾伦变得更加小心了 他开始减少外出的次数 开启了在家远程办公的生活 可是即便是这样 艾伦还是没能躲过被害的命运 时间到了2008年6月10日 这天米里亚姆有事需要外出 她与丈夫相约中午 一起到一家中餐馆吃午餐 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 艾伦并没有出现在餐厅 于是米里亚姆便拨打了艾伦的电话 可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于是米里亚姆急忙赶回了家中 到家后 米里亚姆发现艾伦倒在了地上 周围一大滩血迹 米里亚姆在惊恐中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警方和医护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此时的艾伦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经过鉴定 艾伦的后脑中了一枪 这是他致死的原因 在他的尸体旁边 警方找到了一颗.25口径的手枪弹壳 通过艾伦的伤口 警方排除了他自杀的可能 起初警方判断 这可能是一起入室抢劫案 因为家里的抽屉都被打开了 现场一片狼藉 贵重物品也被洗劫一空 但是在仔细检查后 警方又排除了这个可能 他们检查了门窗都是完好的 并没有被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 凶手如果想进入到房间里 要么自己有钥匙 要么就是艾伦自己打开了房门 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一定是熟人作案 按照惯例 妻子米里亚姆就成了头号嫌疑人 警方也在案发后 第一时间采集了米里亚姆手掌和脸颊上的物质 还要来了他在案发当天穿着的衣服 因为如果是米里亚姆开枪打死了艾伦的话 那么开枪时发射子弹产生的气体会夹杂着火药成分 被喷到手掌脸颊或者衣服上 不过警方在采集了样本分析后 并没有找到任何残留火药的成分 这就间接排除了米里亚姆作案的可能 此时的米里亚姆确信 丈夫的死与之前未遂的汽车爆炸案有关 他给警方提出了调查方向 在艾伦遇害的一周后 米里亚姆突然找到了警方 他说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封匿名信 他认为自己受到了死亡威胁 拿到匿名信后 警方对信封和内容进行了分析 信的内容是 艾伦是第一个 下一个是你 从字面意思来看 这确实是一封威胁信 警方发现信封上没有油戳 这说明写信人专门送到了他们家门口 从这一方面来看 这个凶手非常的大胆 随后警方试着在信封和里面的卡片上提取指纹或者DNA 但是这封信很明显被人处理过 上面没有遗留任何线索 卡片背面的条码还被剪掉了 这说明凶手的反侦查意识比较强 知道警方可能通过条码查找卡片的来源 不过这也没有难住经验丰富的警方 他们通过对比市面上的贺卡找到了生产厂家 从厂家那里得知 这类卡片被送到了当地三家超市进行销售 厂家通过销售系统找到了最近一次交易 发生在四天前 在距离艾伦家20公里外的一家超市内通过现金购买的 警方在得知后马上赶往了这家超市 从超市的监控上 警方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购买卡片的女人 从身材、穿着和走路姿态来看 正是艾伦的妻子米里亚姆 警方拿着监控录像找到了她 看到监控后 米里亚姆承认是她购买了卡片 并写下了这封信 她说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引起警方的注意 想让警方加快按进的调查进度 米里亚姆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家属 她这样做很可能会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常人会做出的事情 于是米里亚姆又成了头号嫌疑人 警方拿走了米里亚姆的电脑硬盘 通过技术手段 恢复了她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内的上千条浏览记录 警方发现 米里亚姆在这期间 一直在搜索着各种奇怪的东西 特别是一直在关注医学类的相关信息 例如在线搜索过过量服用韦哥 过量服用IBN以及各种药物混合使用后果之类的内容 而她搜索的这些药品正是艾伦平时正在服用的一些处方药 在警方看来 米里亚姆的这一行为似乎是在寻找各种杀死艾伦的方法 另外警方还了解到 艾伦死亡后 米里亚姆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他价值上百万的房子已经被过户到了米里亚姆的名下 到这里警方认为 艾伦的死肯定不是因为欠钱被人报复 而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米里亚姆杀死了他 为了找到证据 警方又对米里亚姆进行了背景调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米里亚姆的前任老公杰夫也是死于头部中枪 根据当时的结案报告 这起案件被定义为自杀 两任老公都死于枪伤 这肯定不是巧合 于是警方查阅了当年的调查报告 随后警方发现 这份调查报告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首先米里亚姆同父异母的兄弟是当地的一名警察 而刚好他的警察兄弟第一时间出现在了前夫的案发现场 并以自杀的结论提交了报告 经过警方对杰夫简单的调查后发现 他是一个左撇子 而他的验尸报告说明伤口却在右侧 更加奇怪的是杰夫在死亡前购买了意外保险 而受益人正是米里亚姆 在前夫杰夫死后 米里亚姆顺利得到了1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 到这里警方基本确定了米里亚姆的作案动机 一切都是为了钱 警方查询了艾伦自从结婚以来的所有账单 他们发现艾伦总共送给了米里亚姆大概4万美元的支票 这些支票上都有艾伦的签名 但是警方经过专业的笔记鉴定后发现 这些支票上的签名都是伪造的 根本不是艾伦自己签署的名字 毫无疑问是米里亚姆伪造了艾伦的签名 调查进行到这里 警方认为之前未遂的汽车爆炸案 也很有可能是米里亚姆一手策划的 警方在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个案件的作案手法与一部电影描述的画面非常类似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老五所一》 讲述的是一个连环杀人犯犯罪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桥段 就是犯罪分子通过点燃插在汽车邮箱内的隐信 引起爆炸的画面 警方推测 米里亚姆肯定是受到了电影启发 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于是警方查询了他们家的有线电视账单 果然发现 在汽车被人纵火的前4天 有人租下了这部电影 截止到现在 警方把所有的线索进行了串联 警方推测 米里亚姆偷偷伪造了支票签名 偷了艾伦的钱 但是这个行为不小心被艾伦发现了 米里亚姆担心艾伦会与他离婚 这样他就会人才两空 所以就有了杀死艾伦分他家产的打算 于是米里亚姆加大了艾伦平时吃药的伎俩 打算悄悄杀死他 但是很明显他没有成功 然后就有了后面点燃艾伦的汽车炸死他的打算 但是这个办法还是没能成功 于是他干脆用枪打死了艾伦 然后制造了家里遭人抢劫的假象 他在杀死艾伦后清洗了身体 然后就出门了 他去了中餐馆 试图制造不在场证明 在路上他丢弃了当时穿着的衣服和作案的手枪 打算跟第一次一样准备蒙混过去 目前警方掌握了大量的旁证 但是还缺一个更加直接的证据 那就是杀死艾伦的那把点二五口径的手枪 得知消息后 艾伦的女儿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艾伦的女儿说 他们家原来有一把祖传的点二五口径的手枪 这把枪是他的爷爷留下来的 原来这把枪被放在父亲卧室的厨子里 但是这把枪在父亲被害后就莫名的丢失了 警方听到这里 基本确定了这把丢失的手枪 应该就是杀死艾伦的凶器 因为这把手枪就在他们的家里 米里亚姆可以很轻松的拿到它 但是目前这把枪下落不明 一时间警方也不好找到这把枪的下落 这时艾伦的女儿又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她说在二十年前 这把枪曾经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纠纷中 被不小心开过一枪 起因是她的爷爷和奶奶发生了家庭矛盾 爷爷一时冲动 在门口的院子里拿起这把枪 就准备朝奶奶开枪 但是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邻居看到了 邻居上前夺下了这把手枪 手枪在被争夺的过程中 不小心走火了 一颗子弹被射入了门口的草坪里 警方在得到这条线索后又惊又喜 这颗二十年前的子弹究竟能不能被他们找到 他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他们还是打算试一下 于是警方找到了当年的那位邻居 根据邻居的回忆 警方在艾伦祖宅门前的一片草坪上 开始用金属探测器寻找这颗子弹 经过警方一寸寸仔细地寻找 终于找到了这颗深埋在地下二十年的子弹 警方立即拿着这颗子弹进行了弹痕对比 经过分析弹头痕迹 警方确定了艾伦体内的弹头 与这颗二十年前弹头上的弹痕完美的吻合 这就说明了这两颗子弹来自于同一把手枪 而这把手枪正是案发后丢失的那把祖传的手枪 截止到现在 所有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米里亚姆也很快被起诉到了法院 在审判期间 米里亚姆采取了自我辩护的立场 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试图博取陪审团的同情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杀死了艾伦 但是陪审团并没有被他的眼泪所欺骗 他们认为米里亚姆有充足的作案动机 以及强有力的证据 他通过种种暗杀策划最终导致了艾伦的死 2009年12月 米里亚姆因一级谋杀罪和伪造支票等多项罪名 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且不得假释 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 米里亚姆的亲生女儿在死亡前也购买了一份意外保险 受益人也是他本人 在拿到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后 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 然后就有了女儿去世两年后 他第一任丈夫杰夫离奇死亡的事件 并且在艾伦死亡后没多久 他就在约会网站上开始寻找下一任伴侣 他在资料上明确要求 男方的年薪不低于50万美元 这一系列的操作不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可想而知他把结婚当作了一门生意 他的这次被抓或许也阻止了下一起悲剧的发生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我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大雄 咱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